天河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 标志着我国天宫空间站正式开始建设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天河核心舱 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指挥控制大厅 就在刚刚天河核心舱搭乘长征五号B摇二运载火箭 从文昌飞向了太空 这也意味着承载着中华民族载人航天梦想的天宫空间站 正式开启了它的建设之路 根据工程计划安排 空间站建造阶段任务中 文昌发射场承担长征五号B火箭首飞 天河核心舱两个实验舱 四次货运飞船共八次发射任务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发射入轨的首个舱段 还有整个空间站的姿态和轨道的控制 载人环境的控制 包括信息系统 整个能源分配都是由核心舱来实现的 所以它是整个空间站建设的一个基础 天河核心舱总长16.6米 舱体最大直径4.2米 核心舱密封舱内部 具有三倍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航天员活动空间 提高航天员工作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 同时核心舱配置了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 空调系统保证空气温度湿度和仪器设备工作温度在适宜范围内 确保航天员驻流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它的重要性可以用它的名字来形容就是核心 为了这次任务我们进行了很多方案院的演练 考虑了很多极端的故障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置 天宫空间站建造任务分为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两个阶段 计划在2022年前后完成12次飞行任务 其中8次任务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执行 今年还将陆续实施两次天舟货运飞船 和两次神舟载人飞船的发射